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开始就是端午连续假期了 这几天热爆了 昨天台北市测得的高温高达了38.4度 这个是创下了历史上6月的第二高温 不晓得历史上6月份的第一高温会不会在今天出现 因为今天这张气象局说不排除台北会出现39度的高温 如果现在我们的体温测到了39度 那叫做发高烧 全台湾都在发高烧 这两天人就是处于一个太平洋高压势力的范围 同时因为吹西南风 所以带来了更加温暖的空气 太平洋高压使得晴空万里无云 所以日照就会特别的直射 而西南风带来特别温暖的空气 所以温度上升的速度就变得特别的快 再加上因为吹西南风的关系 所以所有的背风面 就是你这个风一吹过来 然后结果有山挡住了之后 这个风就会爬一小座的山丘陵 然后接着再往下沉 那就有一点点沉降气流的影响 三个因素的影响 使得这几天北部地区东部地区都热爆了 而且这个热爆的一个情况 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要等到礼拜五礼拜六之后 西南风的威力会稍微的减弱 到时候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几率 会大幅度的提高 希望没有下雨交暑 就是热爆了 那今天当然偶尔可能会有一些短暂正雨的机会 不过现在看起来几率都不大 北部地区东部地区10%的降雨几率 中部地区20%的降雨几率 南部地区降雨几率30% 中央气象局也发布了高温资讯 全台湾有12个县市 那么都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那么花莲县重谷 台北市盆地 台东新北 基隆市南投县 云林县 宜兰县 桃园市 新竹县市 苗栗县 都有可能会出现36度 甚至于38度以上的高温 今天的中央气象局预测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27到37度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东部地区 高温最高 上看35度 澎湖地区27到32度 不过这个最高温恐怕呢 还会再飙高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南高雄台东都已经29度了 台中宜兰 澎湖28度 花莲27度 这几天呢 其实有一些热衰竭 或者是热伤害 中暑的朋友呢 那么送到医院去门诊 所以这边呢 就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那么有一些 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那么特别的节省 所以呢 舍不得开冷气 觉得只要开电风扇 开窗户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因为台北市有热导效应 就是整个城市 水泥占的比例非常的重 然后呢 其他人都在开冷气 那个冷气的那个压缩机呢 它的热排放就会导致 其他不开冷气的地方 就会变得其实会更温度更高 那么短期之内 你不觉得好像特别的严重 但是长期在这一种高温的环境之下 是非常容易出现中暑热衰竭 还有热伤害的 所以它不是只是在太阳直接的照射之下呢 会发生一些热伤害 而是呢 即便你在高温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室内 都是有可能出现热伤害的 所以请大家呢 真的要注意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琴公益指数上涨了131点 刷盘指数是26156点 涨幅0.5% 纳斯达克上涨了74.89点 刷盘指数是10131点 涨幅0.74% 纳斯达克呢 是连续8个交易日 这个上涨 而且呢 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创历史新高 S&P指数上涨了13.43点 刷盘指数是3131.29点 涨幅0.43% 费城半导体 则上涨了4.37点 刷盘指数是1987.73点 涨幅0.22%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 纽约一球价格呢 下跌了36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0.37美元 跌幅0.88% 北海布兰特原油则下跌了45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2.63美元 跌幅1.04% 那至于在黄金的部分 黄金呢 突破了这个之前的整理区域 所以出现了上扬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15.6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1782美元 涨幅来到了0.88% 创下了2012年10月4号以来的 这个期货的最高收盘价 那么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下跌 下跌了0.34个百分点 来到96.655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数报卖总股价指数上涨了75点 创盘指数是6320点 涨幅1.21%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68点 收盘指数是5017点 涨幅1.39%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260点 收盘指数是12,523点 涨幅更是高达2.13%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经济上面呢 似乎有一些曙光好消息正在等着 那么一个呢 是欧洲美国 那么根据这个IHS Market公司呢 他们每一个月都会调查PMI 采购进人指数 结果呢 不管是欧元区或者是美国的 这一个制造业的采购进人指数呢 都明显的回升 回升到四个月以来的高点 那么这里面呢 美国的数字呢 是从四月份的五月份的39.8 上升到六月份的49.6 虽然还在景气融枯线50之下 不过你看到从39.8上升到49.6 上升的幅度相当的大 而且已经非常接近景气融枯线50了 好 这个是Market公司的美国的这个调查 另外呢Market公司在欧元区的调查 也是从五月份的39.4 快速的回升到46.9 回升的速度也相当的快 尽管数据人就在50之下 但是呢 那么都已经显现了 似乎疫情最坏的状况 四月份呢 不但已经结束了 而且呢 五月份回升 六月份回升的速度变得更快 其中呢 欧元区当中的法国 他的PMI数值呢 更是一口气强谈到52.1 是少数能够站上景气融枯线50之上的国家 所以呢 重返景气扩张 这个呢 对于激励市场呢 也有极大的帮助 好 这些呢都凸显出 未来 因为这PMI数值呢 大概可以预期预测 未来半年的景气 所以呢 从这个PMI数值来看的话呢 疫情最坏的状况已经过了 而未来半年呢 就算没有办法 很快的回到扩张 但是至少已经摆脱了严重的衰退期 那么另外呢 WTO世界贸易组织呢 也给予了目前的情势呢 一个好转的一个看法 那么世界贸易组织呢 他在四月份的时候预测 因为受到这一波疫情的影响 全球的贸易量 估计在最好的状况 也要负成长13% 那么最坏的状况 甚至于会负成长32% 而WTO世界贸易组织呢 昨天呢 他表示说 现在可能最糟的状况 就负成长32% 应该可以避开了 那么全球呢 那么可能会来到最乐观的预期 就是负成长13% 这个数字呢 仍旧比2008 2009年 金融海啸的时候来得更糟 不过已经是相对乐观的 一个看法了 不过WTO呢 也提出 虽然下半年渴望重返成长 让全球今年的贸易呢 可以避开最糟的一个局面 可是明年的复苏状况 现在看起来 反而没有原本预测来的 那么样子的乐观 然后估计的话呢 全年明年的贸易反弹 可能只有反弹5%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中美之间的关系 那么昨天有一个场景 非常的有意思 那就是呢 美国的白宫贸易顾问 纳瓦洛 他呢 在接受福斯电视新闻的访问的时候呢 他说 中美之间的贸易协议已经结束了 这句话呢 一传出来了之后呢 那么美国的股市 它的期货呢 就立刻出现了翻脸的一个 吓死了一个局面 那么油红翻黑 而且以道琼来说呢 立刻下跌了超过300点 其实当时对亚洲股市呢 都造成了冲击 比如台北股市呢 就立刻油上涨超过100点 那么油红翻黑 那么一度呢 曾经下跌了 这个41点 好 不过呢 这个场景一出现了之后呢 川普就立刻出来灭火了 川普呢 虽然在晚上啊 但他立刻在推特上面呢 发文澄清说 中国贸易协议仍然完好 希望他们会继续履行条约 好 所以呢 本来纳瓦洛 他呢 想要对中国大陆来呛下 表明说呢 中国大陆新冠疫情 就是他们带来的 然后他们明明知道有病毒 然后还放任数万人来美国 然后这疫情呢 就是来自于他们的武汉实验室 虽然这些话都已经被科技界给打脸了 好 不过呢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 中美贸易协议是否完好 那么从川普推文 急着灭火来看的话呢 看起来中美之间在上个礼拜 在夏威夷协议当中呢 对于要维持中美贸易协议的完好性 似乎是相当在意的 而另外呢 昨天有一个指标呢 是美国的达美航空宣布 从这个月的25号 也就是明天 那美国时间的 台北时间的后天 美国时间的25号明天呢 恢复由美国的夏图 飞往上海 中国大陆的上海浦东的航线 成为呢 今年2月 美国宣布全面停飞中美航线之后呢 那么第一个 恢复航线的美国航空公司 这也凸显出 中美之间呢 希望很快的恢复贸易关系的一个努力 因为在这一段期间呢 那么中国大陆呢 那么始终不愿意核准 美国重返中美航线的这个申请 那么美国呢 一度宣布呢 要同步的制裁 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 全面停飞 那么中美航线 那么后来呢 中国大陆就立刻宣布说呢 将会允许 包括了达美跟联合航空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美国也运输部也宣布 那么继续允许 中国大陆这个经营 中美之间的航线 好那 这个双方的宣布呢 都在上个礼拜四 那么夏威夷会谈 中美会谈的前夕 所以可以看出来 双方呢 开始有一些默契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印之间 中国跟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呢 也出现了缓解 双方的外交官员都证实 双方现在呢 正在缓解 用军方跟外交的力量呢 希望能够缓解局势 好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资本市场 那么香港跟中国大陆呢 因为在防疫的能力上面呢 那么有一些成果 所以呢 它的资本市场的筹资呢 不但没有减少 相反的 不管就筹资 申请IPO 出自申请上市的公司的数目 以及筹资的额度呢 都是逆势的比去年同期 还要来的增加的 好另外我们就来看的是 陆股 陆股呢 在上个礼拜 在昨天呢 都是上扬的 上证指数呢 是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一八 上涨了五点三五点 那么收盘指数二九七零点 而深圳城指则是上涨了九十一点 收盘指数是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四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七八 香港恒生指数则上涨了三百九十六点 收盘指数两万四千九百零七点 涨幅百分之一点六二 好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 昨天呢 苹果的WWDC大会 开发者大会呢 里面最重要的亮点 亮点呢 那么就是呢 要完全跟英特尔脱钩 那么从这个 今年开始 苹果所推出来的 这个桌上型的这个 这个这个电脑 然后以及笔电平板电脑 都要用自行开发的 手机的晶片组 那么这个这个开发这个开发出来的这个晶片组呢 很明显的全面要由平要由台积电来代工 所以台积电成为了苹果新晶片的最大赢家 好另外呢 昨天的经济部统计处公布了包括了批发零售 还有这个餐饮业的五月份的数字 那么看起来最坏的状况 而且餐饮业呢 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五月份的餐饮业的营业额呢 比四月份呢 越增了29% 当然比去年同期还是减少了8.7% 但至少有回稳的迹象 而批发零售呢 都是负成长 不负成长大概5%到6%之间 倒是制造业指数呢 受惠于电子业的活络 所以呢 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1.68% 电子业已经回稳了 但是传统产业还要再加把劲 但最坏的状况